欢迎收看凤凰财经日报 作为今年A股市场的重头大戏 主板注册制的首批十字新股 在今天上市集体大涨 政策会的主席义惠满表示说 注册制的改革是触及监管底层逻辑 刀刃向内的变革 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 而且是根本性的 而注册制全面落地以后 将会带来怎么样的投资变化 另外官媒也警示说 应该要谨慎防范人工智能泡沫 所以妥得多知AI的人气股 在今天集体跌停 那么AI行情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相关的话题 我们稍后都有请 今天晚上邀请到了嘉宾 A股分音师杨振宁来做进一步的解读 还有分析 至于A股的三大指数 今天震荡走高 户指结束六连扬 收跌0.37% 科状50指数更大跌 超过2.7% 两市成交合计增加 超过一成到1.23万亿元 来看报道 内地股市今天迎来全面注册制时代 沪深主板首批十支注册制新股集体挂牌 带动焦头氛围高涨 十支注册制新股周一全线飙升 其中中电港的涨幅在220%左右 登康也上涨超过170% 不过沪深三大股指今天表现震荡 股指和创业板指小幅收低 生成指跌幅拘前 从盘面上看 ChatGPT概念股持续下挫 官媒发文表示应紧防人工智能泡沫 市场热度降温 科大讯飞在午后跌停 云从科技跌幅也达到两成 而昆仑万维和铜花顺等多股跌幅超过10% 另外酒店 旅游 中传系板块涨幅居前 而云游戏 教育 白酒等板块纷纷下行 股指收报3315点 跌幅0.37% 生成指收报11871点 跌幅0.80% 创业板指数跌0.14% 科创50指数大跌2.74% 两市成交连续第五个交易日破万亿 港股周一是复活节假期休市 护身股痛南北向交易暂停 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向好 韩国股市涨幅居前 日本和台湾股市也小幅收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股市全面进入注册制时代 首批实质新股在今天集体上市 表现亮眼 中国股市全面注册制实施之后 首批实质新股周一集体上市 标志着A股步入全面注册制的新时代 实质股份在护身股市各占五家 主板注册制首批企业 上市仪式上务举行 证监会主席议会满表示 注册制改革带来的变化 是全方位和根本性的 经受住了市场检验成效显著 注册制改革带来的变化 是全方位的根本性的 以信息披露 为核心的发行上市制度 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 交易退市 等关键制度创新 成效显著 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 特别是科技创新的服务功能 大幅提升 市场结构和市场生态 发生深刻变化 市场活力和市场任性 明显增强 而实质新股在首日的表现十分亮丽 以主要从事电子元器件 授权分销业务的中电港 升幅最为惊人 超过2.2倍 而涨幅最少的陕西能源 也大涨接近4成8 远好过近日上市首日表现 平平涨跌互建的新股 未来一周 还会陆续有新股启动申购 分布在创业版 科创版和北交所 中国的注册制试点推行 已经超过4年 今年2月17号 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制度 规则发布实施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便有首批10家企业完成审核评移 和发行成销 实现上市交易 最短的登康口腔仅用了三周多的时间 便获得了证监会注册生效 创下主板上市最快记录 而在新制度下 新股在前5个交易日将不设价格涨跌幅度限制 从第六天起 涨跌幅度仍然限制为1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看来股市场 在经历了4年的时间 由上交所的科创版作为试点 那么逐步将新股的发行注册制 由创业版北交所 再推展到护生主板全市场落地 那么这可以说是完成了重大的改革任务 相关的话题 我们立刻请教 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杨振宁 振宁你好 简老师您好 这里我们看到随着今天 这时期新股上市也标志的 这个股票翻译注册制的全面落地 那么你认为这个对于 中国的资本市场的未来来说 有什么样的意义 好的 简老师 可以说全面注册制落地以后 也标志着我国建设多层次的 资本市场的最重要的一环 已经完成了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各个层次之间的作用和指向性 会更加的明显和突出 那么今后主板市场将侧重于服务 处在成熟期的大型的企业 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国企 央企 中字头这一类的巨无霸 那么科创版将侧重于科创二字 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专精特薪 小巨人 这一类的独角兽 这一类的科技创新型的这种创业企业 那么创业版可能就更加的侧重于 处在成长阶段的其他类型的 这一类的创业型的公司 此外短片我们刚才也提到 就是还有类似于北交所之类的 其他的上市的孵化的平台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全面注册制实施以后 A股的这个有效性和专业度 就会大幅度的提升 那么对于你上市公司来说 它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 根据自身的股权的结构 股权的性质 根据自身科技含量的高低 在不同的板块层次之间 针对性的选择注册和上市 那很多这个科创型的上市公司 你上市公司过去由于受限于 类似于一刀切式的这种 上市门槛的限制 被迫去海外市场或者港股市场 进行上市 那么现在情况下 科创版和创业版 对这种科创型的公司呢 它的营收和这个盈利 都有了比较大的宽容度和兼容度 所以这一类的公司今后在本土 在A股上市的门槛 也会大大的降低 所以整个市场的这个有效性 会明显的增加 那么对于投资机构和投资人而言呢 它可以根据自身的财富 和资金的当量 根据自身的这个风险偏好 以及收益的预期 在不同的层次之间选择标的 更重要的一点 全面实行和落地这个注册制 也是A股市场全面 向国际成熟的资本市场 接轨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这为接下来呢 A股市场国际化和更深层次的 专业化的发展 提供了制度层面的保障 所以我非常认同您提到的 这一事件的确是中国资本市场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主持人 那我们再来进一步谈谈 对于这个散户投资者的影响 因为对散户来讲 全面这个注册制落地以后 它也意味着说新股的这个定价 将会更为的市场化 那么上市公司 它在发行之后的股价 恐怕也会变得更加的波动 所以对于一般的这个投资者来说 您认为他们在未来的这个 投资操作上会面临什么的变化 好的金老师 全面注册制落地以后 带给A股最明显 最直接的一个变化 就是今后的上市公司的数量 股票的数量会越来越多 但是市场的资金量总归是有限的 那么这也就注定着 有一部分公司可能会被边缘化 那么这一类公司 往往是集中在那些市值比较小 然后公司治理比较混乱 经营上也乏善可乘 很难找出亮点的这一类的公司 就类似于咱们香港市场的 一些先股 所以这对A股那些习惯于 炒差炒小的这些投资人来说 可能就不太友好了 只能必须的去进行针对性的变化 此外呢 由于这个新股发行机制 也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 在这种全面注册之下 所以这种炒心打心 对于普通投资人 可能也越来越不太合适 此外第三点 大家不要忽略 与全面注册制同步实行的 还有我们退市制度的不断的完善 那么接下来一些问题公司 可能会加快 加大退市的步骤和数量 所以对于那些习惯于 炒这个ST摘帽 炒壳资源 炒乌鸡变凤凰的 这一类的传统的A股投资人 可能也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也建议广大 普通的A股投资人 也要积极地认识到这个变化 积极地去适应这个新制度 新政策 新规则 去拥抱新的交易制度 拥抱新的A股市场 防止在今后出现 由于这个信息不对称 由于不了解新的政策变化 导致的交易风险和投资风险 主持人 所以我们看到 虽然今天这个主板 积极市的首批实际新股 表现亮眼 但是主板却出现 集体回落的这个迹象 特别是一些AI概念股 今天则出现了回调 有多支人气股 都集体迎来的这个跌停潮 那你怎么看 特别是在官方 以及官方媒体已经发文 表示AI赛到现在 出现了过分炒作的这种风险 那就您看 在市场缺乏热点 跟投资组的情况之下 这些AI概念股 是不是还会存在的 一个轮番表现的机会 好的 江老师 我们认为人工智能板块 在这个扰动A股市场情绪层面 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我们目前很难认为 它会成为整个年度的 投资的主线 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呢 它很难承载大资金的入场 第二呢 它很难有一个明显的持续性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 目前A股市场 对人工智能板块的炒作 仍然是停留在题材和概念的层面 很难落实到上市公司的营收 和业绩的层面 所以每每当财报披露之前 很多投资人 包括机构投资人 就会位高 就会提前的撤退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一轮 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的变革的发起点 基本是在海外 那么海外这些上市公司 它在它的交易市场的这个股价变化 其实相对于A股来说是并不突出 所以整个全球范围来说 这一轮人工智能的这个带来的股价的变化 最突出的恰恰在我们的A股市场 这也说明咱们这个A股市场 对人工智能这个板块的炒作 这种炒作和跟风的这种意味是比较浓烈 但是刚才也如您所说 目前这个市场 也的确是缺乏其他的亮点 和这个能够吸引新资金的一个板块 所以我们认为人工智能这个板块 仍然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还会轮番的表现 就是我们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那么对于投资人来说 如果你本身已经在车上 或者本身擅长短线交易 大可以享受这个过程 如果不在场内 我认为可以在场外短时间的观望一下 如果目前这个人工智能 真的能够深远的广泛的改变 人类的前途发展和命运的话 它一定是以十年为周期的这种长期的赛道 它也大概率会给每一类投资人 提供一个充分的上车的机遇 所以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 不用在乎一时一刻 一乘一池的得失 还是把它当作一个中长期的赛道来审视 短期还是应该注意一下交易风险 主持人 OK 非常谢谢郑林就位股做的分析 谢谢 再来看其他消息 美国电动车制造商 特斯拉的除能超级工厂项目 它的签约仪式9号在上海举行 这也是特斯拉公司 在美国本土以外的首个除能超级工厂项目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芯片区管理委员会和特斯拉公司在现场签约 特斯拉除能超级工厂将会规划生产 特斯拉超大型的商用除能电池 初步规划年产可以达到1万台 产品提供范围覆盖全球的市场 新工厂计划在今年的第三季动工 明年第二季投产 而上海市政府方面表示 这次的签约将会成为推动上海新型除能产业发展 和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而根据了解可再生能源的未来 有赖于大规模的除能 特斯拉超大型的商用除能电池 将可以支持千兆瓦时规模的低成本 高密度的公用事业项目 招待您关注的是第三届的肖博会 今天在海南的海口开幕 待会见 好 欧洲主要股市周英是复活节假期休市的 而在美股方面市场担忧 当地的经济将会步入衰退 影响大盘的气氛 也令到上周的美股涨跌互见 总结上周 道琼斯会指数累计上升0.63% 连续第三个星期路得上升 那大科指数跟标普白指数 都连续第三个星期路得下跌 其中那大科指数跌幅更超过了1% 至于掌握本周 投资者较为关注的经济数据 包括周三将会公布 三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周四会公布生产者物价指数 而三月份的零售销售 以及四月份密西根大学 消费者新银指数出值 则会在周五出炉 另外美联储周三将会公布 三月份的议息纪要 投资者较为关注的是委员们 对于五月份加息幅度的预估 以及美国银行业危机的判断 另外日本央行的新任行长 直天河南周末旅行后 今天跟首相岸田文雄会面 同时跟两位新任的副行长 举行首场记者会 直天河南跟岸田文雄同意 不需要及时修改2013年 央行与政府有关达至 2%通胀率目标的联合声明 而鉴于经济高度不明朗 双方也将会密切沟通 弹性地引导货币政策 直天河南和两位新任的副行长 内田真一以及兵舰野良三 之后举行首场记者会 直天河南认为 收益力曲线控制YCC政策 和购买交易所买卖基金ETF 有负作用 但是不代表采纳是错误的 日本目前的状况 也不能够显著提高利率 仍然有需要推行 YCC和负利率政策 特别是通胀率目标 不容易达至 但他也承认 长远而言 有可能会全面检讨宽松政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在第三届的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开幕式致辞时表示 下一个阶段 中国的消费潜力将会不断地激发 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 有望进一步的发挥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五周年 疫情防控平稳转断的背景下 第三届肖博会10号 在海南海口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在开幕致辞中指 立足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消费潜力将不断激发 为全球各类企业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市场选择 中国已经成为汽车 美装 皮具 珠妆 珠宝 等领域的国际品牌 增长最快的市场 我们主动和各国分享市场基础 中国消费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 日益彰显 何立峰表示 下一步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来促进消费 着力增加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 并倡导推动绿色低碳消费 中国消费市场容量大 提示多有众生 是快速增长的立体化 复合型的超大规模市场 这必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积极性的力量 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的 更好的更多机会 第三届消费会是 疫情防控平稳转断之后 中国举办的首场重大国际性展会 那么今年呢 共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0多件消费精品集中亮相 那么同时呢 还有30多家全球500强 以及是行业巨头的全球CEO 来到线下参会 凤凰卫视 陈文希宇丹 海口报道 中国海南省委书记冯飞 在萧博会的开幕致辞时表示 海南正稳步扩大规则规制 和管理标准等制度性的开放 市场总体的增速呢 已经连续36个月保持全国第一 今年的萧博会 以共享开放机遇 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 海南省委书记冯飞表示 建设海南自贸港五年以来 实际使用外资额 年均增长了63.5% 引进外资企业数每年增长超过七成 自贸港建设成效显著 加派构建中国企业走向 国际市场的总部基地 和境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总部基地 西部路海新通道 国际航运输流 和面向太平洋 印度洋的航空区域文护树游 空海国际交通网络和国际经贸合作网络 把海南开放的大门开得更大 凤凰卫视陈回席雨丹海口报道 再来看美元的汇价今天先升后回顺 有助于人民币的汇价小幅上升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上升74个基点 到6.8764稍低过市场的预期 而其汇价早段一度失守6.88水平 不过午后美会指数回顺 有助于及其汇价回稳 中场小幅瘦升14个基点 到6.874是超过一周来的最高位 全天的波幅只有126个基点 至于离岸汇价则保持偏软 在6.88水平上方波动 与在岸价的价差 维持在几十个基点左右 香港清明跟复活节小长假来到最后一天 在香港有餐饮业界表示 长假期有超过130万的市民外游 对于本地的餐饮业造成的冲击 而对于内地五一黄金州 来港旅客的增长 业界则表示不敢抱太大的期望 香港在4月初迎来清明 及复活节小长假 餐饮临业协会会长黄家和 10号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 长假期间大批市民外游 本地世道淡静 对餐饮业造成冲击 他说餐饮业界 每日整体生意额约在2.3至2.5亿港元 比放宽防疫措施后下跌一成半到两成 但以往下期旺季可达4亿港元以上 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内地五一黄金州 他认为香港的黄金州效应已经减退 对来港旅客增长不抱太大期望 都预期有大概内地的旅客可能会有两三成的上升 但是也都未完全回复过往的景况 香港已经虽然放宽了 但是我们同时也遇到不少的竞争 但也有位于星界沙田的本地大型商场表示 长假期间丁采两望 整体人流及商户营业额均上升两成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疫情三年香港数码港智慧生活集群增幅超过45% 香港2023年财政预算再预留2.65亿港元给数码港 期望可以企业可以佩服解决社会的痛点 香港数码港介绍近年特区政府积极推动 创科及智慧城市发展 创科蓝图及智慧城市蓝图相继出台 数码港作为香港创科培育基地 数量至今已超过1900家 当中汇聚约770间智慧生活初创 涵盖智慧出行 零售 教育 物理网 环境科技等 在疫情三年中 智慧生活集群增幅超过45% 当中静恒科技增长超过70% 教育科技增长超过60% 电子商贸 零售科技企业突破200间 升幅超过16% 香港2023年财政预算案预留2.65亿港元 给数码港推出针对智慧生活初创企业的培育计划 预期未来5年每年有约90间和资格企业收费 每间可获最高50万港元资助 数码港表示将利用好资助款项 对接企业通过智慧科技配合解决社会痛点 我见到香港的情况其实有别于有时和其他地区 我们有很多社会上的pingpong 一些痛点 其实是需要自己本土的初创公司去做的 所以我们透过了很多一些我们的对接 包括和政府相关的机构 包括和一些NGO 我们去透过了一些business matching的时候 让他们讲出一些痛点出来 然后我们的初创公司就会帮他们去想法 凤侯一世 王金璐相关报道 再来关注日本显示器公司 在今天公告已经跟中国显示品生产商 惠科股份进行结盟 要合作开发下一代显示器技术 日本显示器公司发布的新闻稿指出 已经在4月7号和惠科股份签署量解备忘录 两家公司将会共同规划 还有建设使用日本显示器公司的 E-LIP OLED技术的晶圆厂 目标是在2025年要实现量产 建议收看今天的节目 晚安 再会 晚安 再会